一剑天堂 前昏八卦 有流马 漫天封梳 周围圣经荣药 跟观众大家好 您现在收看的是2018SL 算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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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您现在收看的2018三国沙王者之战 城市赛的比赛直播 我是解雄红甲 本赛是游化桌主办 感谢百度贴吧 安德斯特金镜以都棚对本赛事的大力支持 我们今天的比赛是郑州站 郑州站 然后原计划是10点开播 现在是11点20 稍微的晚了那么一点点 晚了一点点 但没关系 我们该给大家的比赛一场都不会少 该带来的选手之间的精彩的较量 也都不会缩水 我们第一场比赛 据说是由忠道同学对阵穷聚 这两名选手其实都是俱乐部的选手 之前的话表现也都不错 我们看同学三军两个选手狭路相逢 会打出怎么样的一个比赛 我们就稍微等一下 看他们这边会有什么样的情况 先来介绍一下郑州赛 我们是淘汰赛制三局两胜 当然如果进到八强之后的话 可能会调整到五局三胜 因为越往后的话 比赛就越激烈一些 所以我们也是把局数拉长 局数越多就越显着没有 运气因素就会降低 局数越多运气因素就越降低 对吧 比如说 俩人打一局定胜步 我觉得我打赢谁都有可能 但是如果说99局 然后谁先赢 99局谁先赢50局 我觉得我就打谁都不一定打得过了 对吧 同样的逻辑 所以我们就是又往后的话 轮次会越多 局数也会越多 今天的比赛 获得冠军的选手将会直接进入到资格赛 跟去年的赛就有点像 就是我们城市赛 城市赛之后的话会有一个资格赛 然后在资格赛再之后会到总决赛 今年的总决赛可能跟去年一样是4个名额 也有可能扩充到8个 多有可能 主要是看我们线下到时候组织安排的一个情况 因为就是往年都是这样 就是项目越来越多 项目越多的话 我们能够安排到现场最后去打的比赛 时间也会紧张 时间越紧 那我们能安排的选手的数量其实也就比较有限 当然这个东西叫兵贵精不贵多 对吧 好 精兵猛将一个剩10个 说你弄32个到现场的话 其实也能打 但是你弄4个人其实可能更精彩 也能把更多的赛程给安排给大家 对吧 因为你人一赏 你就每场可以打的更多一些 也都是一样的 所以到时候反正今年总决赛 目前看来还很遥远 现在刚6月份 对吧 6月份 我们往年的总决赛一般是12月份 也有时候是1月份 最迟的时候到过第二年3月份打这个总决赛 今年看来的话 我觉得 反正跟我说是说 争取年内咱们能把总决赛打完了 但是往年也都这么说 但是偶尔会拖过 会拖过比如说12月或者怎么样 所以今年的总决赛的时间 我们现在也是在议程之上 但是陆陆续续的往前推进 大家可以放心就是网站的赛程 每一个段落在稳步的推进 包括SL联赛也是在稳步的推进 今天的比赛就是我一个人给大家直播了 播到几点 咱们走着看 好吧 咱们走着看 这边应该也没有太多需要聊的了 咱们就等着看什么了 好吧 其实最近一段时间应该跟大家聊聊世界杯 但是太遗憾了 我这人不看球 不看足球 对吧 不懂 世界杯人是不懂 所以也不是特别的 有太多的话题可以跟大家聊 但是今天早上看了一新闻挺有意思 说马拉多纳 马拉多纳都知道吧 因为我觉得在我们这个年代 就是跟我一样大的同学 我估计可能后边的小朋友长起来之后 可能知道的 比如什么罗大耳朵 包括什么小罗大耳朵 包括什么C罗大耳朵 包括最近好像有个什么是J罗大耳朵 还是H罗大耳朵什么的 好像有好多罗大耳朵 然后包括可能什么鲁尼 可能知道这些多一些 因为我本身不看球 所以要是说错了谁的话就在说 但是跟我们这个年代的一提起足球来 知道的就是 一个是贝利 一个就是罗大耳朵 所以主要知道这两个 我们比赛准备开始 双方的照片大家可以看到 下面是中大同学 上面就是我们穷聚小姐姐 穷聚是我们直播间的防管 所以我们肯定是有点偏心的 我们要支持我们的防管 所以我们恭喜第一局 希望穷聚能够打赢 好不好 因为比赛是在一个网吧进行 电竞馆 电竞馆 但是因为各种设备的原因 以及各种限制 导致说我们就不安排现场的摄像头了 我知道可能会有各种失望 但没关系 因为你之前看我们就不联赛的话 也是看到摄像头了 所以我们就看个意思 知道什么是穷聚 下面是中道就行了 导播这画面比例 貌似不得对 你待会儿改调调整一下 好吧 调整一下 好 我们这就叫看凶猜武将 我们看不见头 但是能看凶 右边凶一看就是灵统的 对吧 中间看起来是个曹仁 左边是个桌紧 下面就比较简单了 下面是张飞法证和理点 这个是拖一下画面 但是拖错了 这就一下暴露了 可能有观众以为这东西是长在里面的 其实并不是 这个很奇怪 因为往常其实这个画面是能用的 好 已经差不多了 这个画面基本上我们看着就比较顺眼了 对 就凑合一点点吧 来 基本上该看的东西都能看到 这边是通过杀自己的灵统 然后寡张飞一下 这样的话给灵统开个技能 没有丧心病狂的 也要给桌紧开技能 那冷色方这边是一个以曹仁为核心 以曹仁为排插核心 其实曹仁跟桌紧 两个武将都能为几方提供一定数量的排插 然后这边是一个灵统 因为这个比赛我们是在现场有工作人员 有裁判什么的去在现场 所以不担心选手会有亏评 看直播等等 什么时候都不会发生 所以我们可以风云大胆的把手牌全开开 因为咱们的统帅比赛 咱们的统帅的比赛能够说打成这个样子 还是不多见 还是不多见 对 就是能看到 看到牌的情况不多见 但是看到牌的话 又要看牌的问题 就是不太好蒙 不太好蒙 看这边法证回合 法证说也让勒布斯鼠 但是这边有捉紧 所以想象的情况也有一般般 这边拿方天话题吗 没有 拿决斗和南蛮入侵 拿了决斗和南蛮入侵 乱作方的话 法证的南蛮如果想寡离点蹭格写 然后寡张飞蹭格写的话 还是有道理 还是有道理 对 保证这种牌 质量还是比较高 质量还是比较高 但是要定方向 就是我们这个牌要怎么打 打哪个点 最关键 俗话说 打蛇打七寸 打虎打脑袋 当然咱们是没打过虎 不知道打虎是不是要打脑袋 以及不知道怎么打脑袋 对吧 是拿小木棍敲 是拿什么大木棍敲 还是怎么样的 就别让它兵一下 领统 勒不思蜀的话 还是希望待会最后的时候去 可能考虑勒曹人 还是交给了朱锦 对 因为勒不思蜀一定要叫诸葛锦 在于 诸葛锦 如果是 比如 勒不思蜀给领统 那到诸葛锦这儿呢 啪 一盘红桃 完蛋 还能明哲摸一个 对吧 还能明哲摸一个 这边诸葛锦 这是无论如何一定能改的 百分之百能改 否则不这么打 这边想省一张无限试试 结果失败了 这个无限可及还是得交出来 实话实说 你这么改比交无限要好 因为你交无限 还有反无限的风险 你直接改的话就没问题 直接改的话没问题 这边勒不思蜀 拆掉勒不思蜀 五张牌是不是可以考虑直接起牌 然后去旋风了 这个旋风的话 建议最好是拆两边的牌 一张勒不思蜀 乐了点离点 这张勒不思蜀还是有一点讨厌 还是有一点讨厌 话说这样的话 我们是不是能看到所有选手的手牌 就是导播这边能给我们一个 比如说看一眼 离点手牌的视角吗 就是应该有一个地方能够一点 然后把所有牌全暴露出来 对对对对 就是这样 就是这样 这张勒不思蜀乐的多吉时啊 各位观众 这就是吉时宇 宋江宋公明 这个离点的牌里边有灌石 有九 有杀 一个灌石不接 九杀 反正那没乐住 对吧 这个事没办法 没乐住 哎呀 太可惜了 离点这边是拿桃到手 两张无中生有 两张无中生有之后呢 离点那个曹人应该是只剩一血 啊 这个牌真是离点的 离点的棋手牌太炸了 离点的棋手牌真的太炸了 啊 直接九杀轮出去 这个简一码是 呃 是个 哦 对 这个简一码很关键 因为你没有加一码 我刚看明白 你没有加一码 这个简一码必装无疑 啊 这个简一码是非常重要的 非常重要 张飞手里是藏了一个方天画戟 好像还有三张杀 所以呢 呃 冷色方接下来的回合就非常危险了 非常非常危险 非常非常危险 这下要了亲命了 这下要了亲命了 灰肠疼 啊 这下打得灰肠灰肠疼 捉紧的寒冰剑 已经来不及了 朋友 现在在在在下离点 离点这个冠石不已经完成了使命 这冠石不打一九砂足够了 不需要更多的额外的任何的输出 单纯一九砂就非常好 这边是诸葛锦跟灵统之间的配合 话说回来 基本上就没有鸟配合 基本上没有什么鸟配合 对 就是诸葛锦有装备 是曹人有装备 唯独最想有装备的灵统没有装备 切两张牌 然后可能要下张飞的牌了 张飞里面明显是在虚报 或者就是牌太烂 你愿意堵牌烂 我不拦着你 但是我觉得下张飞的牌没亏吃 朋友 你听我说 你看不见 但是我看得见 张飞那边真的是有一张方天话题 你要下到方天话题 哎 下到方天话题了 哎呀 关键点 关键点啊 关键点 关键点 关键点的方天话题 这边是 呃 离点的回合 这是要 哎 等一下 话说法证手里不是有南蛮入侵吗 啊 运气非常好 这张望戏是 望到了 望到了万点七八 但是万点七八 来反了 来到了张飞那个位置 呃 我怎么记得法证那是个南蛮入侵啊 手里 这个不拿手上千羊 顺法证的南蛮 然后直接 对吧 靠一波南蛮 然后打一点东西吗 可能是我记错了 可能是我记错了 对 哎 就是南蛮入侵吗 哎 我刚才这个离点 刚才 刚才的牌是有手上千羊 对吧 我 哦 这个好奇怪啊 我说 我觉得好像是可以睡一波打的 不过没关系 没关系啊 我们从头来 从头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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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重新打鼓令开张 现在是 曹人发现 原来诸葛锦不想跟 这那个 张飞不想跟诸葛锦较劲 原来是要打我 那好了 那放心吧 诸葛锦打醒 然后呢 呃 靠 这个回合结束的立战停泊牌 这边发生炫祸 排的质量 嗯 略堪忧啊 略堪忧啊 然后法证这边启动 南蛮万件啊 他们是这么想的 他是想法证回合开南蛮万件之后呢 呃 确保张飞能掉到一血 然后张飞大爆发 是这个逻辑 所以呃 南蛮入侵还是最终决定由法证来开 而不是由理点来开 因为 非常担心理点在上游 爆发能 爆发的力度不是很好啊 所以呃 想让张飞这个点打最后的一波输出 那这个也是合情合理 然后张飞这边呢 有贴左连环 有杀呃 呃 因为自己的理点手里的桃还是比较富裕所以呢 是有条件说呃 我拿我的理点当一个鸟啊 啊 引线 好吧 你耳这次不知道啪哒啪哒能不能听你问 当一个引线 然后连上我的理点和你的曹仁之后呢 一个这个啊 但没有酒啊 只有普通的火纱 但是可能也也必须这么打 或者就是我们现在手里的三张纱全部都护到朱尔锦的头上 也是一个方案啊 装了装了装了这个青藏剑 但是够不到啊 对吧 手短够不到 曹仁这边的嘉义码 话说这一局行到目前为止还没有出现过和拆桥啊 到目前为止还没有出现过和拆桥啊 果然 铁锁连环啊 这铁锁连环是连了理点和桌锦啊 想去加桌锦 成功了 那现在够着了 现在够着了 曹仁老贼拿命来 我现在现在手里是 三张杀直接呼过去啊 最终还是张飞这一波爆发成功了 非常顺利 好的 那么恭喜中道啊 拿下了第一局比赛胜利 双方是进行BO3的比赛 所以呢 现在中道这边1-0领先 暂时是占据一个小先手啊 占据一个小先手 这边的话可以看到中道同学对于排队的管理能力还是非常的强 这一局呢 顺利的赢下来啊 然后琼锯这边其实作为一个女选手呢 操作已经是很不错了啊 已经很不错 但是呢 在这个开始的时候 这个关键的一张勒布斯鼠 理点一张勒布斯鼠 中了啊 不那过了 对吧 就是理点一张勒布斯鼠太关键了 一个冠石斧接一个九杀 然后直接轮脸上 对吧 要多腾有多头 人家要捡一码 就是全套 这个理点的牌是一个全套牌 这套牌的话 礼拜底差两点输出 如果没有两点输出的话 其实鞋子真的在冷色那边了 冷色四连的话可以打得更放松一些啊 当然尽管如此 冷色四连也不错 下掉了这边张勒的方天画戟 导致张勒在囤了一张方天三张沙的情况下 没有爆发 对吧 一张方天三张沙是很关键的 对吧 你烫烫烫三刀 然后比如再有张沙的话 方天画戟 拐一下自己家理点 拐一下自己家的法证 这个拐法证就算了 拐一下理点吧 拐一下自己家理点 对吧 然后 比如摸起来 再摸一张沙 烫烫烫再拐一下理点 摸起来又一张沙 烫烫再拐一下理点 那这涌动机啊 各位观众有没有形成 这涌动机 对吧 我们之前其实有过什么呢 方天画戟 陪张飞 然后再加一个郭家 这样的话 方天画戟 汤汤汤三刀 寡一国家 郭家掉下一记 这一杀地过来 汤汤汤又三刀 寡一国家 两张牌找一张沙 找一张沙一记过来 汤汤汤再打一张国家 这个都是有动机的行为 但是因为现在国家已经变成了借国家 不再是当年能够直接递牌的国家 能够递牌的国家 所以就变成这个样子了 对 石六表示说今天有比赛 今天有比赛 就不应该 对吧 像石六这种 他应该是仔细盯着我们比赛的 但是为什么石六今天到现在才来看我们比赛呢 这是有原因的 因为本来石六今天想休假 但是不好意思跟我们老大提 怎么办呢 就想着想去说还是得提吧 休个假 然后怎么样的 于是呢 这个去 因为我们网站部每天都加班 好吧 每天晚上都加班 夜里加班 然后白天要加班 没有周末 没有节假日 不知道周末是什么根本 最终呢还是说要不去吧 去吧 到老大屋门前 看见里边聊天 我们这个另外一个小弟在跟老大聊天 然后说 行 老大 那明天我修 石六一看 坏了 别人要修自己也得修 这一下撞上了 赶紧 别别别别 明天我也要修 明天我也修 明天我也修吧 我一块 我跟他一块修 然后我们老大一看 行吧 既然你这么主动 那明天你们俩一块修吧 然后石六 你开心 你看 明天能调修了 开心 出门 直接跟人问 明天怎么着 咱们出去玩得看你哪去 那边看什么电影 你不明天要一块修吗 老大说了 那边马桶坏了 咱俩修厕所 对 说那马桶要是修不好 咱就换一新的 你咱们是扛马桶 还是掏 你有下水道掏这个经验 不行 这个时间也不聊这么肮脏的话题了 反正就是大概这个意思 所以石六今天还是辛辛苦苦地掏了马桶 然后现在来看我们的直播 我们今天的比赛是郑州赛 王站的城市赛 郑州赛的比赛 目前打到了第一轮 打到第一轮 然后 这个 中道对琼聚 第一场 中道这边是1比0 暂时领先 那么双方后面的话还有大概两局比赛 有可能是一局 因为我们是BO3的比赛 所以不知道几局情况 这局比赛说差不多了 我们现在回头重新接着聊这个世界杯的事 世界杯 基本上足球还是不懂 还是不懂 所以我就说 刚才咱们聊到说我们这个年龄不太知道很多 就现在比如小朋友现在可能知道球星跟我们知道球星不太一样 因为我们那会儿可能只知道什么贝利 马拉多纳 对吧 这都是在我们心目中就是世界级的球星 比如什么罗伯德巴乔 对吧 这都是这种 但是现在新的小朋友可能知道的球星 我就不太熟悉了 因为本身我个人不看足球 所以通常来说就是足球界最有影响的这些球员 可能我才能知道 果然一提到罗伯德巴乔 一提到马拉多纳 我们这个比赛就开始进到了收盒的第二局 现在是中道1比0领先 这一局是琼聚这边选择了暖色 选择了暖色的 给大家时间自己看个选择啊 我这边也喘口气 好吧 咱们就是互相谁都别干扰谁 谁都别打扰谁 我去 我发现了一个很神奇的事情 我自己的直播间好没关 嘿 天呐 这个 不好意思 我给你把直播间关掉啊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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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给大家提一句啊 我给大家提一句的 这边是刚才操作的时候少了一个操作 好的 我们看到这边是暖色方啊 法正中尧王姬啊 法正中尧王姬 对 然后对面呢 灵统大桥 张辽宫苑 张辽宫苑两个人要是 张辽宫苑要是那什么的话呢 也还有点强 张辽宫苑加一块也还有点强 因为两个人的话等于双偷 啊 左手一偷 右手也一偷啊 左手一偷 右手也一偷 对 看原暖色这边的选将 其实后面选将都不太关键 通常大家都比较习惯 就是选将的话呢 拿前面的将是很关键的 后面的将呢 通常来说就没有那么关键啊 因为一般上的话不超过前三前四的样子 那这局暖色如果打的凶残一些呢 可能是比如法正中尧搁两边 然后更是三的话 可能甚至举手王姬这种将往边两个 因为中尧也还算适合往中间放 然后冷色这边的话呢 很可能是公孙渊主啊 当然如果是觉得对方很凶残 有点害怕 可能上大桥主也说不定 然后这边就因为法统拆掉了 所以法统两个人的话 法正单独还有上的力量 灵统就稍微差一些 上一局灵统单上在 看到什么情况了 这边是反正上了法正王姬啊 法正王姬 然后中小哥边中间 对边是公孙渊的主 这都猜对了 好吧 这都猜对了啊 所以就 大家都能看到啊 大家都能看到 就是说 对于我们的解说来说的话 能把成功的把上阵猜对就已经不容易了 对吧 因为为什么那边毕竟不识字 对吧 我们看这边的公孙渊 起手一张国拆桥 手里的牌闪 看一下 哎呦 亏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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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张红 那可能要抓方电话几 然后拿两闪一无蟹出去偷三张 两闪一无蟹 偷三张 这个动作有一点小奇怪啊 就是说 因为通常来说呢 我们觉得 是不是 啊 他叫黑色 对对对 我就说嘛 为什么他要这么打 对吧 为什么要这么打 因为你 你 你 如果是 如果是你扔红色的话 你明显是应该 先挂刀 扔出去 然后后过拆 对吧 啊 这样就解释清楚了 他要他要偷一个 他选择只偷一个 这样的话 第一保护血量 第二呢 我说就俩产亦无蟹 这三张牌确实作为防御牌也效果非常好 所以这边算来算去就要只扔一个 但是这样的话 给对方的压力就非常小啊 对吧 你完全不唬人嘛 对不对 看见王姬和法政之间的配合 一张过来要直接扔大桥 火攻大桥 这是想把火力往大桥里一点集中嘛 那大桥是能流离公司院的 公司院手里收很多闪的 所以现在冷册方心情还是应该比较平和啊 觉得说 对吧 玩一玩吧 小老大小道 怕你做什么 对不对 你王姬能有懒绝斗不成 你王姬能有懒绝斗一火攻不成 你王姬能有懒绝斗一火攻 一南半一万剑不成 你王姬还能把我大桥牌弄光了不成 对吧 都不可能的 这件事情通通都不可能的 过我拆桥 当然张辽这边沉不住气 打了一个无蟹 当然一方面是沉不住气 一方面是张辽说我想偷两边 如果我偷两边的话呢 我还是得把手牌数稍微降低一点 要不然的话有可能不成功 其实你多想了 因为王姬这个第一波爆发的棋手可能还不错 棋手之后的话呢 凭借着旗帜的话 也许能把手牌扩到四张 甚至更多 所以其实让你不交这个无蟹也就不交了 但是因为大桥手里可能第一有比较关键的牌啊 比如说 呃 这个南马入侵啊 树上千阳啊什么的 可能都觉得还行 哎 这边是一个飞上去的打法 就是在墙密流离 流就流 流了之后那边也掉血 但这边那边是有公司员 还是自己人 所以呢 流完之后 这边公司出闪 流完里的话两张闪 扛两点伤害 不亏 流吧 朋友 都说了不亏了呀 这是没流是吗 啊 想到了扛这两点伤害 那有点疯吧 朋友啊 这再出点别的事可怎么办 树上千阳 你看 瞬千没了 树上千再瞬 瞬一个南马没了 然后南马入侵一放 咔咔咔 王姬那个大桥肯道倒霉啊 或者直接瞬南马也行 不用瞬千瞬瞬千 直接瞬千瞬南马也行 交无蟹 交无蟹 快康快康快康啊 这个是判断出了公司也可能有无蟹 啊 突袭 因为王姬手里的牌呢 未知的牌的数量多一些 可能更大一些 所以去投王姬 王姬手里还有一个桃子 想了想 觉得自己手里的桃过于宝贵 不太舍得出 那就算了 杀一刀法证 你掉鞋 我就给你一个杀 好吧 哎 这样的话呢 我手牌数反弹低一点也不也不赔 这边大桥赶紧偷桃 各位观众看猴子偷桃啊 其实可以掀开南马啊 这个可以掀开南马 把王姬手里如果我杀的话呢 骗一下 再轻一下 对吧 啊 王姬可能表示没有杀 看中瑶 啊 中瑶掉写了 法证呢 这张杀应该是刚才张辽给的 啊 张这边表示要杀 大桥回合 现在数种线二选一啊 二选一有 50%的概率 能够偷到一张桃子 偷到了 吃了他 啊 当然这个大桥还是比较凄惨啊 没有这个什么的能力啊 没有这个国色的能力 等于费了一个技能 那么 其实少国色一张的话 损失非常巨大 因为你你你这个国色如果贴住中瑶的话 中瑶要起三个打 而且你你大桥其实国色还能在自己摸一个啊 但是非常惨 就是天不随人院这个裸大桥起手牌非常 能 少人失望 这边大桥呢 是故意装了一个简易码啊 目的是说 呃 如果你杀我 我就能流离给王姬或者流离给别人啊 主要是王姬杀的时候能流离给中瑶 主要是出 出这个角度考虑 然后现在既然大桥的血量回满 暖色方画风一转 开始去打公孙渊 打公孙渊 这也是公孙渊开始打的稍微保守一些的原因之一 就是觉得自己这个点可能会被敌人突击倒 中瑶赤桃 张辽突袭 依然是能够突法阵和中瑶啊 中瑶赤桃的原因之一也是因为觉得会被突掉 这个桃子有点危险 这边的无中生有 那这边如果再开南蛮入侵 呃 加上比如说杀王姬的话 王姬可能生命是有风险的 但是大桥呢 这次因为好不容易觉得有个乐 先乐出去再说 然后把这波输出留到更靠后一点的时间点 而且因为是个黑桃南蛮嘛 对吧 所以你要打的话就一波全打出去 就是桃花沙加黑桃南蛮 一波全打出去 但是呢 因为中瑶这边手里有黑飞机的可能非常大 所以还是有点难啊 还是有点难 这个有观众提到说这两名选手是不是一个俱乐部的 大哥 你看也两个选手的名字 一个叫GC穷剧 一个叫GC中道 你猜他们俩是不是一个俱乐部的 对吧 啊 当然这个俱乐部的管理上呢 大家能看到在最细最细最细的小细节上 对吧 比如说大家的名字啊 一定要叫GC 然后好不好画一破折线 但是没有规定是中间的破折线 还是上面的破折线 所以你看这俩名字 一个是中间的破折线 一个是上面的破折线 就是可以看到说 这个队员选手还是完美的执行了负责人的要求 但是呢 因为要求可能没规定清楚 到底是哪个破折线 所以你看现在这个破折线不太一样啊 当然有可能就是俱乐部的个性 还有一种可能性是什么呢 女孩就是中间的破折线 这个男选手呢 就是上面的破折线 这也有可能 也有可能 这都是有可能的啊 这都是有可能的 这 哇 工具园里面要放大招了 一个酒杀 杀将自己大桥 大桥掉血 哎 大桥没掉血流离了 怀疑一下 七黑牌拿王姬最后的手牌 就是这边所有的火力输出 都是在围绕着王姬这个点打 那下回合的话呢 大桥可能要呃 配合这条偷突袭完之后啊 大桥这边的输出继续跟上 王姬可能要准备修桃 没有突到 啊 这边是没有选择突发症啊 只直接 哦 因为排数不对啊 这边四张牌 四张牌 看错了 那就是直接只能突发症 但是现在王姬依然有点风险 这边方天话几 这边的那个国色 还是选择先乐出去 简一码装上 那就依然不打嘛 压一根血还是好的吧 对吧 压一根血还是好的啊 压一根血还是好的 看见中央的回合 现在是呃 没有人能够对 对 法政这边 呃 能没有没有对王姬这边提供支援啊 所以王姬这边比较惨 对 讲 喂 嗯 没关系 保证刷一刀装 装出闪 特别让紧断 王鸡的短时间内的生命可能不至于有太大的风险 但是还是挺难 但是还是挺难 因为你这个被勒布斯鼠限制啊 其实这个局面啊 就是大桥第一个回合少一张勒布斯鼠呢 其实是挺惨 但是后面补上来的效果其实也很不错 也很不错 这边按照宫泉这么怂的性格 很可能是 这边是只要打输出了 这一波是要打输出了 这一波的感觉是要去做击杀 去要做击杀的动作 顺手签把边上圈送过来 铁锁连环练一下王鸡和中瑶 然后雷杀大桥琉璃王鸡 这样的话呢 要王鸡一条命要装一根血 相比之下 B栏村断这张牌反而就不那么关键 公村院一改往日 这边是连了自己的张辽和王鸡 因为是一张黑桃的雷杀 因为两张雷杀都是黑桃 所以如果是用大桥杀王鸡 用大桥琉璃这个操作的话呢 可能会让王鸡摸牌 然后为了避免这样的事情发生 所以选择了去拿张辽做跳板 还是要追杀王鸡 现在中瑶手里是有一张名的八卦阵 张辽手里有一张名的八卦阵 但是这种八卦阵上 你可能要挂上了 因为如果你不挂上的话 有可能要被张辽偷走的 张辽这边 在庄这边选择自己收编 选择自己收编 就是算来算去 保不住了 对吧 保不住的话呢 那么收编了王鸡有什么好处 第一是我张手里先不卡了 第二呢 是我离公村院更近了 对吧 我拿一个简易码 挂简易 然后待会准备找公村院 这个逻辑也是成立的 这个打法也是合理的 我们继续看选手现在的操作 公村院话说 其实心里面也是打鼓 因为手里面胜的牌 其实是偏防御的牌 先把简易码下掉 自己装简易码 铁锁连环可能要换一下吧 哎好的 换那张杀 有没有胆量抄起寒冰箭直接 算了 当我没有说 当我没有说 就不行 不行 中央回合 现在公村院的手牌是比较尴尬的 因为也是晾过一次了 对吧 除了一张牌是当前换铁锁 换回来的 剩下牌是晾过的 但是中央决定还是杀一下大桥 那大桥流离法证 法证可能掉血 然后中央就把牌递过去 这样的话 因为法证现在被冰了 但是可能什么呢 法证说 比如藏个刀 法证说 有刀 但是如果因为我们被冰了 所以没法去打 额外的输出 所以现在这个时间点呢 我们就用这种方式去递刀 也非常的可爱 也是可行的一套战术 大桥这边 没有断乐 继续的没有断乐 装备麒麟弓 聚产回合结束 法证的对战寸断 中调 二打三呢 从长久来看 其实肯定是人多的一方会占便宜 但是呢 你得先能熬过这个惨的这段时间 这边应该是扔黑色 然后把寒冰剑扔掉 拿到了一个人王盾挂起来 红砂一刀手里留闪 这个穷聚这边好像表示 可能不太能继续战斗了 其实还是有机会 就是你得找一个 说大桥这边没有乐住你的情况下 然后找一个 找一波机会去 秒中间的龚孙渊 秒中间的龚孙渊 失败了 放片子是吧 好好啊 那这局比赛的话 双方这边还是最终选择投降 请了投降的话 那么恭喜忠道 2比0战胜穷聚 然后晋级后面的比赛 我们收拾休息 为您带来后面的比赛